影片中有大專徵前往社區 利用鎖水寄人替社區行銷或推廣 这就是日前的大專徵回游计划 而县府为了提高县内青年返鄉就业率 与南开科大合作 举办青年产业发展论坛 要运用年轻人的冲易思维 替社区开创新的发展 希望透过今天的这个论坛 能够为我们南投县的青年 返鄉、流鄉的发展 找出一条更新的路 在文创的事业 在我们地方农特产的产业的研发 产业的包装、产业的行销 都能够开创一条更崭新的道路 大学生毕业就面临失业的情况 因此开设论坛并邀请各界专家学者 探讨社区可以提供哪些就业机会给年轻学者 而他们也可以从中获得就业的相关资讯 社区也能将农产业的技术持续传承下去 希望说同学看一看以后 你觉得这个产业未来它也是可以投入的 所以不一定以后大家都去找高科技 或者一定是要到外面去当公务员 其实在我们农村的 在社会里面也有非常多的就业机会 因为老一辈其实有很好的技术 那需要的是一个传承 那这样子产业才不会有落寞 那产业才不会把土地卖掉 那年轻人回流就有它的一个本意 那我最终的想法其实 老农不再是一个老农 而是一个专业解说员 那青农它可以协助老农 作为传承的一个目的 以及就是说它可以把这样子的技术 然后变成六级产业再利用这样子 由于农村老农快速凋零 许多农村人口已严重老化 长久下来不但影响台湾农业发展 也影响青年的就业道路 议员也希望未来相关单位 应多加辅导 让年轻学子可能反向发展 我相信说只要有政客的辅导 政客的正确的方向 绝对它的产值 绝对不输 在我们家来 所集合的工作的收益 一定更高 所以说真希望 这有这些机会 这些契机 可以让我们的年轻朋友 可以返乡来就业 返乡来创造传统产业 期待借由论坛 激发青年朋友返乡服务 或投入社区产业 让南投增添新的生力军 美业新闻 中博军 草囤 草包到